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跟着备受冷落 总是被边缘化对待 也正因如此 他成功夺过了吕后的迫害 在当代王的十多年里 他小心翼翼地成长着 在这期间 他目睹了自己的兄弟们悲惨的下场 更加养成了低调谨慎的性格 刘恒当上皇帝以后 沿用了汉初修养生息的皇老之术 清摇伯父 与民修息 使汉朝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也由此开启了我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盛世 文景之治 历史选择了汉文帝 汉文帝也用行动向世人证明了他的能力 那么汉文帝人孝宽厚的性格特点 在他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为什么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节俭的皇帝之一呢 汉文帝刘恒 他做了二十三年的这个皇帝 死后的嗜好呢 叫文 文这个嗜好在古代啊 是一个美式 意味着什么呢 亲政爱民 情学好问 德行昭彰 恪守立法 等等诸多美好的德行 汉文帝被誉为啊 第一人君 司马迁呢 称赞他是人君 班固呢 称赞他的人道 那么汉文帝这个人 他的这个治政风格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要说清楚他的治政风格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说首先应该了解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汉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十六年的代王生涯和长期这个被边缘化的这个角色啊 铸就了 铸就了汉文帝 千功低调 恭敬内敛的这个性格特点 为什么说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啊 我们看看汉文帝得到要让他当皇帝这个消息以后的第一反应 他是什么样的 是一般人来讲 是平地一下 等于说是突然有人宣布说你当皇帝了 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啊 这么大的好事将领 一定是首武诸岛啊 忘乎所以啊 人之常情 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汉文帝 刘恒 他不是这样 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赶紧把代王手下的群臣招来 诸位 这是货还是福啊 我能去吗 你看他是这种反应 一种战战兢兢的一种反应 他手下的大将 张武为代表的这帮人 一口同声地跟他说 不能去 为什么呀 说汉高祖留下了的这帮功臣啊 这一世都是一帮什么样的人啊 以周伯为首的这帮大将嘛 虎狼之师啊 这些人啊 一个一个桀骜不逊 这帮人发动 铲除朱驴的这个政变 问题是铲除完朱驴会怎么样 不好说呀 所以您啊 静观取变 别去 你就说您有病在生 别去 咱开热闹吧 这就是他手下大多数 属下 一个意见 而手下呢 有一个人叫宋昌 他呢 看清楚了局势 他立足韩文帝 你得去 这是天大的好事 你呢 宋庭应命 应该你去 刘家啊 明正言顺的 当皇帝 谁功成再有欲望 他不可能取而代之 没这个人望 没这个实力 也不敢有这个野性 放心吧 去吧 宋昌立足 汉文帝就听吗 接下来 汉文帝的反应是 又是占卜 又是派自己的亲舅舅去 这个长安去打探消息 折腾 最后 他的亲舅舅伯昭 亲自去了趟长安 跟工程们一接洽 大家搞他如此 这么个情况 现在大家就选你 让他来吧 放心吧 没事 伯昭告诉汉文帝 盈利之事是真的 确实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您放心去吧 我们说从这个事情 你就能看出来 这个人啊 他是非常的低调 非常的对自我认识 有一个非常低调的定位 这种定位决定了汉文帝 我们说可以讲 他的这个政治底色 就是这样一个低调内敛 千功谨慎的这个特点 那么这样一个特点 决定了汉文帝 他的实证 他的为证啊 就独具特色 那么汉文帝在位23年 作为首成皇帝 他不是开国皇帝 是一位 成上启下的首成皇帝 那么他的首成风格 又是怎么体现的呢 我以为啊 有两点 第一点 我们可以说叫 广恩博司 公俭自律 什么意思啊 广恩博司这个词啊 是这个司马迁在评价 汉文帝时候 用的这么一个词 汉文帝 称帝之后 以外藩 做了九五之中 那么 接下来他必须要面对的 就是如何处理好 和两股政治势力的关系 这两股政治势力 一个是刘氏中青 一个就是功成 我们先看 他怎么处理 跟刘氏中青的这个关系 汉文帝继位以后 刘氏中族啊 德高望重的 有号召力的 有三位 一位 就是对汉文帝 有运力之功的 狼牙王刘泽 第二位 就是当时 首唱 坦除诸理之乱的 这个 齐王刘湘 第三个就是 刘氏中族势力里边 当时地位也算是 真正最高 刘邦同父异母的小弟弟 楚王刘娇 这三位 这是刘氏中青 最有实力的 三位诸侯王 刘泽有运力之功 所以呢 汉文帝继位以后 马上封这个刘泽呀 从狼牙王 改封为燕王 实力是 肯定是真大了 然后把狼牙这个地方呢 再改封给 还给这个 齐王刘湘 齐王刘湘呢 等于说 没得到新封地 只是把当年被诸驴 封出去的几块 又还给他 刘泽得到封封了 心满意足了 刘湘呢 没得到 这个人还是很郁闷 但是他也没啥本事 没啥脾气 结果 他就死了 刘湘死的那一年 刘邦的弟弟 楚王刘娇 也就是刘氏中青 势力里边 影响最大的 刘娇 也在那一年死了 到汉文帝第二年的时候 燕王刘泽也去世了 刘姓宗族势力里边 最有影响的三位王 相继去世 那等于说 对汉文帝 真正能造成影响的 或者说 对他的地位造成影响的 刘氏中青势力 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汉文帝 对其他刘氏中青 也做了相应的风风 给了大的赏赐 所以大家 也算是绝大欢喜 至少目前 不敢明确地 有人给造反 没问题了 我们再说说工程势力 这工程势力 陈平 周博 冠英 这三位是代表 说实话 这事本来 汉文帝还比较难摆布 结果陈平主动站出来了 他说你看 我现在是右丞相 汉朝 汉初的时候 右丞相是 等于说算第一丞相 居于首位 左丞相赐于右丞相 陈平主动说了 你看我这个右丞相 这个要弄过去汉高祖时候 建国之功 我比周博大 但是 产出诸余之功 我不如他打 因为他是在第一线 所以 我主动要求 不当这个右丞相 让周博来干 这等于说一下子 就替这个汉文帝解了个难题 陈平主动让出右丞相 那么汉文帝正好 那就让周博 你做右丞相 陈平呢 还做左丞相 冠英呢 任命他做泰外 泰外掌管全国的军权 这等于说是德高望重 实力 名为 把这三位最主要的工程 安抚住了 这三位工程 安抚住了 接下来 那么对剿灭 租驴有功的这些人 弄功欣赏 根据这个明决地位的 不同功劳的大小 各有封赏 那么 大家也就皆大欢喜了 那么处理完这个问题啊 汉文帝才开始处理 他最核心的一个要务 就是开始纷纷自己 从代国带来的那些工程 《知识通鉴》里边说了 他把当时立主 让汉文帝迅速地到长安 继位的这个宋昌 分为壮武侯 在这个《知识通鉴》里边 没说的是 汉文帝其实不仅封了宋昌 而且把跟他一块 当初到长安城的六个手下 都封为位居九卿的 十全派这个人物 等于说 他把朝廷的权力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边来了 但是 司马光在《知识通鉴》里边 没说这个事情 我们想啊 司马光是想塑造一位 大公无私的人军 并不想把他这个任人为亲的这一面 过多的渲染 可能是这么一个原因 文景之志的开创者 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 体恤百姓 制定了很多惠民立民的政策 不仅如此 汉文帝还起带头作用 自己的衣食住行 一律从简 作为一朝皇帝 生活质朴节俭 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据实书记载 汉文帝即位二十三年 公使 怨幼 狗马 扶育 无所增益 吃的用的 没有任何增加 全部沿用钱代 作为一个皇帝 能够公俭至此 实属罕见 那么汉文帝的节俭 还体现在哪些方面 他在减免赋税上 又做出了 怎样的开创之举呢 汉文帝被称为仁君 作为一位仁君 当然就要实行仁政 那么仁政主要是 对老百姓的 汉文帝这个仁君的名称 绝非是浪得虚名 他在位的 在二十三年时间里边 劝客农商 减省猪腹 减轻老百姓的负担 负担减轻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知道汉朝 从文帝时候 有一个定制 把税率减到三十税一 在公元前178年 和公元前168年 汉文帝两次下招 宣布将这个田猪呢 从十五税一 减简为三十税一 从此以后呢 三十税一 就成为汉朝这个 农民交税的一个定制 在公元前167年 汉文帝还宣布 免去老百姓的这个田猪 我们说这个等于说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边 免去老百姓的田猪 这绝对是一个空前的壮举 而且呢 汉文帝这个时候 还把这个算符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头税 也做了这个减免 由这个过去长交人头税 每个人多少呢 一百二十千 到汉文帝时候多少呢 减到四十千 因为这个幅度是够大的 他这个人广恩博士 是一个普惠黎明的 这么一个好皇帝 所以司马迁称赞他是 捐出肉行开通官粮 广恩博士绝成太宗 就是说他给老百姓 减免心法 好多残暴的肉行 在他那儿都去除了 而且呢 把关卡都打开 允许老百姓自由 前夕自由的 流动 广恩博士 就是说 给所有的人 尽可能多得恩惠 正因为这样 我们说 才称他为太宗 刘邦是高帝太祖 那么文帝是太宗 太宗 对文帝来讲 我们前面还有会帝 还有旅后啊 那么哥哥这两位 称他为太宗 那么对他 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历史评价 汉文帝最为人称道的 另一方面 就是他的这个 公检自律 说到公检自律啊 历史学家们 津津乐道地 记载到汉文帝的一个事情 那就是 一个小故事 说汉文帝啊 计划修建一个楼台 结果呢 这个招来工匠一计算 说修建这个楼台 需要花费一百斤 结果汉文帝一听说 要花一百斤 马上就说 这事我不干了 为什么 一百斤 他说相当于 十户中等人家 一年的收入 他说我居住的公司 我居住在先帝的公司 我还经常 怕是蒙修啊 我干嘛还修楼台啊 我修他干什么呀 不修了 所以汉文帝自己啊 这个人啊 不但不修楼台 平时也穿的衣服 是以粗布 粗丝衣服为主 他的妃子 汉文帝有一个 宠爱的妃子 叫圣夫人 而他穿的衣服 也是比较短 绝不拖到地上 不奢华 而且呢 汉文帝 包括他的妃子 所运的这种 违账 也都是不刺绣花纹 而比较朴素 他就是希望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为天下人做出表率 那么汉文帝啊 可以说是一个 极其公俭自律的人 《自治通鉴》里边 记载了三件小事 非常能够体现 他这个人的公俭自律 这第一件 巨献千里马 汉文帝一当皇帝 有人就献上一匹千里马 汉文帝大家知道 在代国的时候 他也是 也算航母出身啊 所以他对马 肯定是喜欢 结果汉文帝一看 千里马 说我每天出行 都有天职的仪价 平时出行 他说每天的日程 行程不超过五十里 即便是这个 率军出行的时候 每天的日程 不超过三十里 我要千里马干啥啊 我一个人气象到哪去 所以我不要千里马 他命人 给这个 送来这个 进县千里马的人 给他盘缠 你来回都有盘缠啊 这个钱我不让你白掏 给你盘缠 把千里马弄回去吧 我不要 而且提示告诉丞相 以后谁也别干这事了 明确下招说 正不接受贡献之物 命令全国各地的官员 以后不许前来进县 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说的就是 纳建 勿崩 我们前面刚说到 说汉文帝这个人 他曾经有过戎马生涯 所以当了皇帝以后 有时候忍不住 也就想跑一跑 享受一下 这个策马狂崩的这种感觉 结果有一次 汉文帝呢 去霸凌 去了霸凌呢 上了山以后 下山的时候 他就想过把营 策马狂崩 结果旁边呢 随时的城子 中郎将袁康 发现了这个苗头 跟汉文帝说 你不该跑 为什么呀 汉文帝说 将军胆怯了吗 这么小个坡 你都不敢跑 袁康就讲了 说我听说呀 家有千金资财的人 不能坐在唐物的边缘 圣明的君主呢 不能冒险 我们不能追求侥幸 骏马拉的车架 车马狂崩 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要一站下山了 旁边是崇山峻岭 是有危险的 这个险你不能冒 一旦马屁受阴 你出了问题 你是皇帝呀 万金之躯呀 怎么能轻易冒这险呢 陛下纵然你自己 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看清自身的安危 你怎么能对得起 高主的基业和太后的抚育证呢 你一旦出了事的话 韩文帝听这个 好吧不跑了 马上停止了冒险之举 这个人他能听得进话去 《知识通鉴》记载的第三件事情 叫李对崇飞 韩文帝宠爱的一个女人 叫圣夫人 对她呢 很高看 在内宫的时候啊 圣夫人经常 可以说是跟皇后 平起平坐的感觉 但是有一次 韩文帝带着圣夫人 带着皇后 去这个狼关府衙 去旧座的时候啊 圣夫人仍然像在内廷一样 然后就跟皇后平起平坐 大大拉拉的就坐哪了 结果这个 袁昂一看这事 马上跟韩文帝进见 说你不能这么办 你要按照理来做事情 你现在呢 既然陛下已经撤离了皇后 那圣夫人她呢 只是一个妾 你再宠爱她 她的身份地位 只是一个妾 所以 她必须得居于皇后之下 你要真宠爱她 你可以给她钱 赏赐的东西 这是你表达 你感情的方式 但是你不能让她 随便违背理智 破了规矩不行 文帝一开始 很不高兴啊 这事你也要管 圆昂说了一句话 你忘了吕户当年 怎么对待 记得了吗 韩文帝一听这话 马上改容 谢谢你 我知道了 把这番话 圆昂的这番话 转告给圣夫人 圣夫人也听进话去了 你看这几个事情 充分地表明了 这个 韩文帝刘衡这个人啊 能听进话去 从见如流 能够对自己的欲望约束 这就是好事 作为义朝皇帝 如何对待远在岭南的南岳王赵佗 他是如何只用一封信 就让捷号不信的赵佗 扶手称臣的呢 汉文帝首称风格的第二个特点 我们说可以称为举重若轻 宽人宣谋 这八个字 那么汉文帝继位以后啊 我们说他继位的时候 已经是二十三岁的人了 一个成年人了 应该讲 他的世界观都已经形成了 做事情也比较有章法了 在代王的这个位置上 他已经历练了十六年了 所以称帝以后呢 他又善于学习 所以很快的话呢 把怎么做皇帝的这个治国之道呀 就摸得很清楚了 家世国事他都处理得好 越来越处理得好 那么这个处理得好 究竟体验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先说举重若轻 首先说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叫里安南越 这个赵托呀 是秦的时候 他就是秦派到这个南越的一个官员 结果在秦末农民起义 和这个楚汉相争的一个过程中间 这个赵托呢 发现中原内乱 他自己呢 越来越呢 桀骜不逊 后来就称帝了 现在到了这个汉文帝称帝以后 南方还有个赵托称帝 这国不可有二组啊 汉文帝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 他首先啊 为赵托父母亲的坟墓啊 设置了专师守墓的这个名户 规定每年要按时计事 然后呢 又招来赵托的兄弟 赵托的兄弟还在老家呀 把这帮人啊 招来给他的兄弟们高官厚禄 给他们丰厚的赏赐 中贵的官位 以此表示夫婿 赵托是哪儿的人啊 今天 河北省省会石家庄人 赵托先祖的墓 还在 汉文帝啊 把这个墓葬 都给他重新修了 以示尊重 做完这下工作以后 他亲自给赵托写了一封信 然后为自己手下的大臣 陆甲把这封信 带着去出使南越 这封信啊 我们说写得特别的棒 也特别的少见 少见在哪呢 这封信一开口 汉文帝就说了 我是汉高祖的 小老婆生的儿子 从小不招人待见 被封封在了代国 正因为我这个地位边缘化 所以啊 过去啊 没机会能够跟你通个性 我们说这句话 这汉文帝在自黑啊 汉文帝毫不避讳 我谁啊 我是汉高祖的侧妾 侧妃所生的儿子 我不是敌也不是长 我没什么地位 我就这么个人 好实在 我们说 只有有极度自信的人 有绝对的勋金的人 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说出自黑的话 这话一说 很拉近距离 接下来汉文帝在这封信里边 表达了三层意思 说什么呢 说你看 过去啊 你跟这个 我们这个关系不好啊 跟这个高后有关系 高后就是吕智啊 吕后啊 你跟他们那块处的 现在呢 我当皇帝了 咱们呢 重开锣鼓另开桌 咱们呢 重新来处理 咱们两边的关系 第二层意思 汉文帝说了 说这个 如果边界冲突 我们说是不断的冲突 给我们双方啊 都会给老百姓造成极大的伤害 我不愿意了 我相信你也不愿意 第三 我希望呀 咱们呀 各安其命 你呢 在那安安丰丰的待着 我呢 在这儿 撑我的地 但是有一样 国不可 一国不可 有二组 你不能再称帝了 你再称帝 这事儿说不过去了 你要但凡不称帝 下边咱们都好办 汉文帝这么一说 糟糕大受感动 汉文帝也说了 你看 为了表示诚意 怎么办呢 我已经给你 把你祖上的封 先祖的坟墓 都给重新修缠了 你的兄弟们 我也都已经给了优福 给了很好的待遇 这就是我的诚心 赵托一听这个 深受感动 有幸得到陛下的这个锤炼 所以说呢 你能恢复我原来的封号 我呢 感恩不尽 从此以后呀 老父即使死去 死故也不朽灭 以后我改号为王 不敢再成帝了 你看 就这么一个事情 这么低调 就把它解决了 一封书信 一封 可以说是 不抗 谦卑的这么个性 然后就把这个事解决了 那么 这就是他举重若倾的一个体现 汉文帝 他的这个守成风格的 另一个特点 我们说 那叫宽人宣墨 在知识通见里边 司马光运了一段话来评价 他 说汉文帝在位23年 他的执政是什么状况呢 他说 事实上计功修宣墨 而将相结旧功成 扫文多志 惩悟 王清之政 农一步在宽后 此言人之过失 化心天下 告捷之书役 这段话 就是对汉文帝 所谓盛世的他的一个概括 一个高度概括 这段话说了个什么意思呢 说汉文帝这个人 在当时 自身 谦逊 自首 而将相大成 都是老工程 所谓汉文帝 治政 运人有一个特色 叫英雄 就是说 首先优先 在重要位置上 优先考虑史运 高祖时候留下来的工程 再一个 这些工程 少文采而多质朴 这些人都是 马背上打天下过来的人 要说文采都不够 但是呢 比较朴质 质朴 那么军城呢 汉文帝 包括这些城子们呢 都以这个 秦灭亡的这个避政 作为 建建 异弄郭正的时候呢 大家一致的风格是 宽厚为本 始于异弄别人的过失 而这种风气呢 影响到了全国 这些人呢 官吏都安于自己的官位 百姓呢 都乐于自己的生业 府库 这个储蓄啊 每年都有增加 这种状况下 人口的繁衍 风俗都归于都时后道 有犯罪嫌疑的人呢 往往也都是充宽发落 所以刑法呢 在那个时候就大量的减少 以至于一年之内 处理的犯罪奉旨呢 不到四百人 这就是后世 津津乐道的 文帝 盛世图景 汉文帝 刘恒 人正爱民 谦逊恭俭 备受后人的赞美 他宽厚人爱的性格 也成为人们 津津乐道的美谈 这样看来 文景之志的开创者 汉文帝 刘恒 似乎是个完美的人 作为一个君主 他确实在地位上 为国家与百姓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汉文帝 宽厚仁慈的性格 也为他带来了 一些负面影响 那么 这样一位 宽厚恭俭的人群 他的性格上 隐藏着怎样的弱点呢 请继续收看 河北省委党校 丁万民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 系列节目 评说资质通鉴 第三部 第五集 文帝文质 那么汉文帝这个人 我们说他的宽厚仁慈 是非常有名的 当然宽厚仁慈 不能说是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 要没有原则 没有底线 那也就不对了 在这里边 我们说他对两个人的态度 一个就是对自己的弟弟 刘长 对他的处理 他那一出生 母亲就自杀了 他从小是 旅后把他抚养大的 那么汉文帝是老四 成帝以后 对自己这个小弟弟 特别疼爱 结果这个疼爱 纵容啊 我们说就有点过了 就把这个刘长 这个纵容的 有点为非作歹了 刘长这个人呢 有允力 可以说是力能刚顶 因为他当时啊 他的母亲造极啊 因为这个刑事案件 受前连 被关到监狱里边 自己母亲临死以前啊 曾经托人啊 给这个当时的 神乙姬 旅后的红人 想通过他的门路 跟刘邦说说 你看我都在狱里边 生了你的孩子了 你不能再关我了 这个神乙姬呢 跟旅后说了 旅后没答应 现在呢 刘长就迁怒于 辟阳侯 神乙姬 结果逮了个机会 他呢 就是命自己的水寵 把屁羊猴生意局 给打死了 结果 汉文帝一看 刘长干了这事了 也觉得情有可原 那算了吧 不处理 就纵容了 结果这个纵容啊 刘长越发的 这个这个辩榜加厉 在自己的这个 诸后国里边啊 自设法令 自己任命 驱逐了朝廷的这个官员 可是汉文帝呢 又给纵容了 终于 刘长 犯了更大的事情 他总被联合巡农谋反 这个答案 这就是底线了 大臣们就建议把他杀了 因为这已经是谋反了 可是汉文帝仍然觉得 自己现在 就剩这唯一的一个弟弟了 剩下的让旅后杀的杀 自己死的死 已经没了 他不想担这个杀弟弟的罪名 最后怎么办呢 他就决定把这个刘长发配 发配到哪儿去呢 发配到这个 蜀郡沿道县的群游 发配到这个地方 结果袁娥当时就说了 刘长这个人性格刚烈 你这么发配他 他这一路上受气 他要一旦绝食死了 你怎么办 汉文帝说 我的本意就是想杀杀他的威风 让他收敛 收敛性格 那这么办吧 那赶紧把他弄回了吧 结果等球车走到晕县的时候 汉文帝的旨意到了 县里面的官员一打开 一看 刘长已经活活饿死了 汉文帝非常伤心 结果呢 把这个相关的官员 给猝死了一批 对这个刘长呢 以隆重的诸侯礼安葬 这个事情啊 我们说汉文帝处理的 就是有点问题 这就是他的一个宽容的表现 但是这个宽容有点过了 汉文帝处理的另一个亲戚啊 就是自己的亲舅舅伯昭 伯昭是亲舅舅 那么这个人呢 我们说对汉文帝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亲戚 可是呢 伯昭后来呢 擅自杀害了汉朝的死结 这属于死罪 但是汉文帝呢 不忍心用国法处置 然后就派这个公秦啊 去伯昭家 劝他喝酒 劝他自杀 伯昭舍舍不得死 也不自杀 最后汉文帝急了 但是呢 他怎么办呢 他派这个群臣穿着上服 去伯昭的府上去 哭上去 逼着伯昭自杀 最后伯昭一看没法了 自杀了 当然了 汉文帝这么处理自己的亲舅舅 司马光并不认可 因为在这个专制集权的时代 这个外企 它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力量 怎么对待外企呢 司马光专门写了一篇成光约 就谈到这个问题 说你汉文帝纵容伯昭 但是最后又被迫地让伯昭自尽 这本身是你自己处理问题 有问题 你不该这么着做 亲舅舅跟母亲是依赖同胞 处理完舅舅 自己的母亲就伤心 因为伯太后还战士呢 你这个事儿 让母亲伤心的事儿 那你处理这叫不孝啊 所以 我们说司马光就讲了 要防止外企专权 一定要方为杜剑 这就是他的观点 汉文帝的文质 我们说历来为人称道 那么文质要有硬实力做支撑 汉文帝的武功做得怎么样 他在军事方面有没有建树呢 请看下一集 谢谢大家